今天是下雨天了 不如一起煮一個韓式午餐 給大家看看 因為太大雨了 我把植物搬進來 這個是番茄 現在已經開花 應該很快有番茄吃 然後這一棵就是鼎鼎大名的青瓜 待會我會把這一條應該是成熟的青瓜摘下來 它超大條 我打算待會煮菜的時候用它 然後這一棵是辣椒 不要見它那麼茂盛 上次黑雨是全軍覆沒 然後用了一個月 我終於把它變成開花 這次是因為最怕它又來過 我怕它真的會死 就把全部這些比較大的植物 不能淋水都搬進來家裡 我煮飯是什麼 我呢 好了 今天我煮的是簡易版的春川炒辣雞 材料有一塊雞扒 然後是韓式辣醬 然後有一包芝士 然後洋蔥很小 因為金山不吃 但是我很喜歡吃 硬加進去 還有一個薯仔 有半個椰菜 這裡應該會再斬一半 我打算用來炒粉絲 然後有薑 蒜 還有一些蔥 第一步我們準備了蒜蓉 其實量不用太多 我都是大約用了這裡 五粒的蒜頭就夠了 好了 做完蒜蓉就全部加進去 一隻碗那裡 然後再加一點薑 很方便 這個小砧板 我在日本的300日圓店 FREE COINS買的 那就不需要用太多 有一點薑蓉就夠了 然後我們把雞扒洗好 切開一塊塊 因為這兩天打風 我和金山都沒有什麼外出 那就不吃太多 兩個人分享一塊雞扒 都夠的 切好之後 又是全部放在玻璃碗那裡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醃了 一斤的豉油 一斤的味淋 如果沒有味淋 用糖去代替 然後是料理酒 如果沒有 可以用花雕 或者是紹興酒都可以 然後是韓式的辣醬 我也是會先加一斤的 如果你是吃得辣 可以加辣椒粉 但是因為我還沒病好 我就不加那麼辣了 那只是用這個辣醬就夠了 再加一點黑胡椒 令到它有點香味 拌勻之後可以放在一邊 15分鐘就可以了 這個是很快的料理 當然啦 你想它再進去 未必可以醃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但是就不需要過夜那一小時那麼久 接著呢 我們就要處理這些 洋蔥 薯仔 和椒菜 薯仔我們批了皮之後 就是把它切成一個條狀 非常簡單 是沒有任何技巧的 切好了就放在一邊 然後到洋蔥 洋蔥呢 我們就把它切開 一塊塊 一樣放在碟裡就可以了 最後的椰菜呢 我就先這樣切 因為整個大個椰菜波很難洗 現在呢 是分開了一條條 會比較容易一點 好了 要聲音到寒了 因為呢 我要開抽油煙機 真的非常簡單 基本上是把所有東西炒一碟就可以了 我們放油 放蔥 放洋蔥 然後兜一兜 讓香味出來了 當洋蔥開始變透明的時候 就可以放薯仔 然後兜一兜 大約一分鐘左右 就可以再放椰菜了 然後把雞扒全部放進去 不要漏掉那些汁 很重要的 然後呢 就把他們全部的材料一路兜 兜到那些菜開始變軟 我們就可以再加多一點點辣醬 令到顏色會比較豐富 我們兜多差不多一會就可以蓋蓋了 煮到雞肉熟就應該差不多了 我們就可以加一點 試下去 這一部分絕對是封劍遊人 你喜歡加多少就多少 不怕漏就可以了 先看看 嘩 這些芝士 看起來好像很棒 可以上菜了 你還沒看到他嗎 還沒啊 原來是兩樣東西 他以為是吃炒辣雞粉絲 是嗎 是嗎 不是 這個就是真身 這個人在哪裡 在裡面 在炒辣雞裡面 是啊 我們有自家種植青瓜 沒錯 還有這個春川炒辣雞 有自家的青瓜 不客氣啦 好 乾 青瓜真的很好吃 原來自己種的瓜 是這麼甜的 是有自家的味道 我們現在是做一個 farm to table 快點試這個 因為如果不是煮粉絲 我是打算放年糕 但是你喜歡吃粉絲 嗯 但是你喜歡吃粉絲 嗯 它芝士 很難看 這個 外面差不多 一個醬是全部自己混的 自己混的 看看可不可以做到拉絲 你看 啊 一定要用這隻芝士的 Mozzarella 除了雞之外 就全部都是洋蔥 嗯 嗯 薯仔椰菜 這個是很豐富的 嗯 你記得我們 我們第一次去韓國 是吃這個 炒雞 一大塊鐵板 我記得這個 是啊 有沒有那種回憶 有沒有那種感覺 也有啊 超大塊板 是啊 你喜歡我也可以這麼大塊板 也不用 然後用雞扒是超嫩 是完全不會乾柴 那我們繼續吃完它 好不好吃 好吃 跟外面餐廳 差不多 這個是標準答 真的好吃 好吃 超級容易煮 然後準備的時間不久 是半個小時就煮到的了 我連拍攝也不用一個小時 是啊 所以 是非常非常簡單的菜式來的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like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人生第一次種的青瓜 哇 我現在就要切它出來 究竟裡面是怎樣的呢 是否真的好像普通的青瓜 哎呀 它真的好像普通的青瓜